老公 睡着了吗 睡着了 关灯 我要睡觉了 蛋多加面 面多加水 揉成面团饧20分钟 在模具中铺一些坚果 坚果当然是要用 哇塞 三只猪鼠每日坚果 这个包装是干湿分离的 很鲜脆呢 里面有6种坚果和3种果干 先只放这种酸酸甜甜的果干 铺在模具底部 来 坚果给你吃 补一下呢 面糊擀成一个大薄饼 大大的薄饼 大大的薄饼 切成三段 再切成小条 抖螺抖螺 5成油温下锅炸 30秒 哇 薯条 尝一个 开始熬汤姜 五勺升两勺为准 一勺白糖 两勺水 一勺麦 熬至粘稠后关火 放入面条 给妈妈们加点新口味 一生菌每日坚果 100克就有10亿一生菌 促进肠道健康 营养好吸收 儿子女婿做的汤 是不是会很方形呢 放入模具中 压实压成长方形 我是小金 一个给妈妈做零食的儿子 老板娘吃不了五花肉 但这个红烧肉鞍春蛋终于能在家吃到红烧肉了 你这鞍春蛋比肉好吃 你吃这个 我是由衷都被他感到开心 半斤五花肉浓水下锅 葱姜料酒去腥 烧开三分钟后 肉捞出来洗干净 开始炒糖色 五勺升量稍微准 锅烧薄油 一勺冰糖 炒至香油色关火 倒入一勺清水 倒出备用 可以直接炒糖色 这样是为了减少发苦翻车的几率 太相信我自己的实力 再烧油 中火炒至表面金黄 15毫升量稍微准 两勺生抽 半勺老抽 再把糖色放进去 翻炒均匀 放入姜片大秋 倒入清水没过肉 大火烧开 小火炖半个小时 这是你近几个月 最不期待的一天好像 煎一下鞍春蛋 热锅烧油 把煮熟的鞍春蛋放进去 中火煎出虎皮状 把鞍春蛋放进去 再焖15分钟 白糖鸡精收汁 是不是特别期待 是我期待 还是你期待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老婆说我做的麻酱宽粉 不按套路出牌 当时我愣是没听明白 后来才知道 我的顺序完全不对 不过她说还想吃 今日火食麻酱宽粉 泡水的宽粉下锅煮熟 这时候把芝麻酱挑一下 两勺花生酱 一勺芝麻酱 半勺白糖 一勺生抽 半勺蚝油 一小块腐乳 五六勺温水 搅拌均匀 在碗里摇一些芝麻酱 其实在这里放点醋 应该会更香 我是喜欢吃醋 但是大金从来不吃醋 把珠浩的干粉放上去 烧一些油 放葱 蒜 辣椒面都放点 大金爱吃辣 爱芝麻 紫然粉 油温不能过高 辣椒面会糊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